木灰长安欢迎来到擂台 我是蓝火 咱们继续来看跨虎的一个单胶赛 观战方的话是一手骷髅武装罐 对战方的话是吃鸵领 对战方变得一个幽名娃娃的一个卡片 是一个抗性卡 观战方变得一手狼 感觉这个狼改了模型之后 感觉更像一条狗了 对战方分光给到宝宝 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因为是有一手感知 所以想请观战方的一个 隐身的一个配素 观战方一手骷髅剑法 第二刀直接爆7000 伤害的话有点凶 对战方起野兽 观战方刚才的一手骷髅剑法 再次清掉 对战方一只宝宝 感觉对战方的一个硬剑不太行呀 观战方直接骷髅点人 对战方飞机开过来 打宝宝2600这个伤害还可以 观战方人物剑光死 观战方一手九转拉起来 一千血 一手烟雨剑法 点倒对面的一个人物 对战方宝宝拉起 对战方继续出 对战方反手直接拉须米 观战方被动补一手生命之拳 生命之拳补上之后 又达到了一个可以烟雨剑法的一个血量 观战方继续出 拉出了他的这只须米 对战方变身 哎呦 下一回合对战方怎么玩呀 观战方有一手一速 加上须米的冲 对战方这只宝宝是绿了 看一看对战方的一个后排老鼠 果然是点拉自己 对战方继续应急飞出来 这只雷鸟人的话 应该是一只高鬼魂的一个雷鸟人 直接被打趴 观战方的一个人物 没有弹163 也没有弹神佑 直接再次倒地 须米再次秒出来 对战方是吧 穿着最琢的锦衣 带着最琢的一个宝宝 打着最狠的一个输出 对战方须米 一直压观战方的一个尸体 观战方很难受 宝宝修罗隐身藏进去 观战方 哎呦 对战方没有必要贴 你贴的话 把这只宝宝一块送走了 感觉对战方的话 不是很会玩 你看又连环过来 我的天哪 你白白送掉一只配树 观战方 为了防止对面163 或者是乱七八糟的 直接是选择烟雨 去打对面的一个尸体 断战方应该是直接放弃了 哎呦 烟雨剑法开刀一万 牛逼 bottle 几瓶 再次 刚才